另外一個影像設計的作品就是《台北爸爸女兒媽媽》 在這個影像上頭其實我用了 要先介紹《台北爸爸女兒媽媽》 各位知道這本書嗎 它其實是一本原創小說 然後它是由一位同性戀作家叫陳俊智所寫的 其實書本身蠻有趣的 然後也充滿同性之愛 必須要這樣講 但陳俊智他除了是一位小說作家之外 他其實同時是一個紀錄片導演 所以他其實拍了很多紀錄片的畫面這樣 那在這個案子裡頭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 我會使用到陳俊智他曾經拍攝過的一些畫面 把它當作素材 但為了要保持跟原柱上 就是說劇場跟原柱其實它是需要做出差異性的 所以為了要保持那個差異性 我其實在他原作他的原有的Source上 我去做非常多的調整跟調變 也就是我常常會把它拍攝到的畫面 有些把它變得非常模糊 以及變得非常的深遠 然後或者是說把它一些視覺上 一些拍攝到的畫面把它處理的 空間感非常奇怪 或者是例如把兩三組畫面把它混合在一起的時候 讓它產生出更超現實的視覺這樣子 當然它其實就會還原到劇場上頭 它其實就是一個投影 我在處理這個投影上頭也會是需要一些現場控制的部分 那我接下來看到放的是這支作品的宣傳片 那各位覺得這一幕可能有一點熟悉 它其實是跑去那個忘憂森林去拍攝的 那以及我們現在看到的 但畫面有一點點暗 就是它現在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背後投影的部分 也是在那邊 又在那邊 這一點未能會帶領 那邊是為了 那邊站住 有一些兩個人 一門票 在這門票 對不對 就像是間船 就像森林 為了 iral 在這門票 在台北報uin 有一媽媽這件劇場 影像設計上其實它跨過了幾個不同的門檻 就是我們在投影的時候 例如剛剛各位在畫面上看到 會有一個非常高空的橫狀的投影這樣子 那一塊投影其實我只使用了一台投影機 我就去處理了所有在 例如在牆壁上的投影 以及在那個橫幅投影 抱歉這樣說明其實比較不清楚 就是我其實用一台投影機去處理了多個螢幕的投影狀態這樣子 所以有時候畫面是投在左手邊的某個區塊 有時候畫面是投在右手邊某個區塊 有時候它又被分割成三四個畫面這樣子 那在這件作品上我比較挑戰的其實就是 我必須要在現場的就是演員一邊演戲的過程中 我就要不斷的切換這種這種這種這些投影不同的組合 那以及要保持那個影像的流暢度 那這些東西其實在我先前的訓練過程之中 我後來是用那個程式化的方式去處理這些東西 也就是我之後會再提到就是我的創作工具是什麼這樣子 那所以先在這邊先稍微埋個底 就是其實我其實是會利用我手邊能夠用到的工具去解決我現在 我每次例如在劇場上會碰到一些問題這樣子 那接下來要介紹的就是我跟那個音樂製作人陳彥琦老師的一件作品 那這件作品叫觀看者 那會做這件作品的時機滿有趣的 我們在其實時間點我有一點點忘記 就是有一次我到了我去瑞士做演出 然後陳彥琦老師他跑到瑞典去去做 他跑去休息這樣子 那他去放假的時候 有一天我就把我做的一個片段的聲音我就丟給他 然後他放假到某一天的時候 然後我還滿確定他在瑞典的時候 他就突然丟回來一首音樂給我 就已經是把我們兩個做的東西已經變成一首很好聽的曲子了這樣子 那我就再從這首曲子去發展出了一個影像 那這影像就變成觀看者 那在做完這個視覺之後 過了沒多久就發生四川大地震 然後也滿有可能是巧合 但我在那之前我其實做了一個 就是一個地震的象徵畫面 在這件作品裡面 那這件作品叫做觀看者 叫做觀看者 和他在背景色中 那些心也將不繁有過 可是我們就這麼的地震 但是必然是沒有很多 對著觀看者 超級的 電視音樂 還是可以 我很想也會 部隊 超級生的 會 流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看者这件作品其实是我跟陈欣喜老师 其实我们之前就已经合作过几次了 那这次是比较像是我们是 以前都是我帮他做影像嘛 就是他的音乐然后他照我帮他做影像这样子 那这次就刚好比较是融合式的方式 就是我先丢给他一些东西 然后他又回馈给我一些音乐 然后我再重新把它做成影像这样子 那我刚刚看到那个白线 我后来把它做成一件就是 我让那个建晓老师的钢琴可以直接去弹奏 然后去触发那些白线那样子 所以后来我们在某一次的演出上头 我们就做了一个比较是比较互动的方式去做呈现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做一个比较小型演出的时候的一个画面 那在这个演出过程中比较有趣的是 就是其实画面是分割的 那同样就应用到之前 之前我在处理台北爸爸女儿妈妈的那样子的分割投影的技术去处理它 这五块目前看到这五块投影它其实是各自分开 但还是用一台投影机去投影这样子 好这个就是在演出过程中的另外一个画面 接下来放的啊 它这首音乐的名字叫White Noise 是我们先用白噪音当底 噪音这个东西其实很有趣 它有各种颜色这样子 你有白噪音、有粉红噪音、有White Noise、有Pink Noise 那还有其他不同颜色的噪音 那在这里我是用白噪音去做成一件作品 有点有趣的 有点有趣的 请用选择 有点有趣的 有点有趣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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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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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